哈喽大家晚上好 玄幻小说穷运姓 然后我们今晚再次一个阿吉的问题 就看一下植微星与正元 2月份的一些课题是什么 然后再看一下 2024年整年的一个课题是什么 然后首先看2月份的课题是什么 这里的话有一张三杯石 一张情感的一个牌 它是它有一个 就植微星跟正元的结合的一个问题 然后还有个是平衡 然后还有一个是 第三张牌也是情感 也是需要去解决的事情 然后这个这个圣杯石的话 就是说他们可能要在一起是有些不容易 然后会 还有个课题就是结合了 这个是阴阳和和 然后也是一张这样的牌 能量也会变大 也会看到这张牌 所以的话这个月也是一个 就是要聚在一起呀 或者什么都是有不容易 或者是沟通上还是有些问题 然后需要的是 就是要回到深杯酒 深杯酒的话是需要一些 相互的一些合作 拖鞋 然后再组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伴侣的这种 这种关系 然后这也是需要 这个有时间有机会去在一起的 然后这个也是合在一起的话也是比较好 对于和冤神跟植微星会者正元的合影也很重要 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还有一个是心比爱 心比爱的话 那么也有平衡的意思 对吧 还有就是 又回到前比一 前比一的话 就是说很多事情要新的计划 那么就是有些变化 那么事业跟生活是要达到一个很多的平衡 然后一直要两个事情在并肩 然后一起做才是比较好的 这是一个第二个问题 所以然后有一些是不容易 GMI也可能就是 这个经线之路 这个事业或者什么的 然后这些是往前进展 对吧 这个是有些的做不好 要重新地进化 或者是平衡的 这时候他会变得什么样 他会就说什么都得一直在调整 或者什么的呀 对吧 就很多事情会变得有戏剧化一点 或者是进展很不容易 有一些放缓 或者进展不能很顺利 因为两个心比是这样子甩的 就是要平衡的 所以的话这个主要问题 还是看到圣杯骑士 圣杯骑士的话 这个也是代表 可能指挥心这个南方的一面 要去主动做一些事情 或者远行 或者是寄出圣杯给证员 然后这个是要达成一个和谐的 一个合作的意识 然后也是代表指挥心 南方这一面 也是愿意给出一些爱给这个证员 所以的话 这个主要的课题还是一个 有指挥心与证员的情感的合一 阴阳合一 然后解锋能量变大 这个是最主要的 然后可能就是双方在一起 是吧 然后也可以调整互相对方的一个能量 对吧 就像很多夫妻在一起 那么也需要这个就是 关系和谐的话 就是两个人的一个阴阳都是和谐 那么就能好好在一起 然后他的课题也就是 这个月主要就是一个 两个人感情的一个结合 然后变成一个和谐的状态 然后是合一解锋 有点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月的话情感关系很重要 然后还有失业的就是 的一些进展 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就是失业跟情感一起和谐的前进 这个意思 这样的话有利于双方 然后再看一下整年的运势 整年的运势的课题是有成为教主 有教皇牌 还有这个就是回归原神的一个能量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情感的恋人牌 恋人牌也是对吧 有点双生火焰的意思 有看到这个牌有需要的 这也是一个课题 就是双生火焰的这个问题 因为是另位的 另位的话 要同时建立一个和谐的刚开始是不容易的 那么可能这里主要看起来有双半年 有这个紫威心与证人的一个结合的问题 有一些比较麻烦事情 沟通不行 或者时间不行 或者是这种会出现一些进展的问题 或者还有多个方面的问题 多个方面问题 或者是 或者是 之间会不会有选择 或者是有情感的问题 对吧 还有就是 因为双生火焰的话 可能会有情节的问题 所以的话 在一起 或者是一三方 环境的因素影响的 然后让这个相聚是不容易 然后阴阳的和和不容易 然后一个人先觉醒 或者是一个人后觉醒 这个也是有 要时间配在一起的 所以的话 是第一个是个体 就是这个 好 正缘情感的问题 或者是 还有一个是第二个就是教主 教皇 那么就是成为教主的意思 那么它今年的也是一个会比较好了 对吧 然后 这一年 2024年的话 绝对可以成为最大能量的这个教主 回归到真我原神的这个能量 就是做回自己 会变得能量非常大 本来也是一个 这个也是需要去平衡的一个问题 然后 教皇牌 也是要今年做很多事情 好 那么也是 第一就是 嗯 又 很多别的 要做 对吧 不止这一个世界 或者是有别世界 也要去 也要去管理 也要去 这个 全宇宙大同 好 这个事情也是 很多 好 还有人间事情 还有阴界事情 这个都是 要去管理的一个事情 那教皇的话 就是要援助很多人 好 因为他会去下来做事情的这个意识 就是教皇有这种意识 他不是是坐在那里 他要去 因为教皇本来就是一张去 要落地去实施的一件事情 好 所以 或是不轻松的 多方面都要去做 就是各个 各个这个地方都要去做 好 今年的话 其实他是 运气都是 这个解封 解封了 做回自己了 那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好 那么 这个 双生火焰也在一起了 那是 还是不错的 然后还有就是 圣杯帮 可以 可以再提升自己 可以再往上发展 然后可以 很大的进步 嗯 圣杯帮也可以就是说 他会 一步一步完成那件事情 对吧 做了一件 进线之路的事情 做了一个使命 再做一些使命 就是 他是会永远往前进的一个状态 好 不会就是在一个地方不动 然后不前进了 不学习了 不往上修了 所以他会 今年还是会继续的修行 让自己 啊 能量变大 然后再会带你更多人一起往这个大同走 然后会 啊 有很 更大的 同时带人类一起 决心 好 一起 啊 把这些比较好的这些人都一起 对吧 所以他会带你很多人一起进步 好 然后 圣杯帮也是他也会 找到所以自己内心一直梦想所想要的事情 所以他今年算是完成了之前的一个他的梦想的理想的这些事情 好 或者是 啊 有成家 或者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的话 今年算是一年 嗯 比较 奋斗的一年 然后 这些 然后又 跟证人的一个 啊 一起 所以的话 是啊 之前几十年的一些折腾 也算是 啊 终于让自己可以 啊 有一点点稍微休息的那种感觉 啊 有些小的愿望达成 就是他终于 拉回了原生的泥鸟 很合一了 这种感觉 啊 那这蛮是恭喜这个 好 紫外星更正圆的 啊 嗯 那么 希望他们就是能今年都很顺利哈 然后把这条经线之路做得更好 然后让这些 啊 善良的人类都能一起走向最好的大同世界 然后大家都能 嗯 安稳的在这里 啊 在这个地球生活 然后不再被 好 啊 意义是老控啊 不再被患症游玩游戏 好 不再被这个 对吧 邪恶势力给你掌控啊 希望能推翻这些 好 掌控人类的一些邪恶者 好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蛮恭喜的 好 这年还是 完成了之前的他的一些理想 啊 做回了教皇 好 教主的位置 所以的话真正的做回到了子卫星嘛 就是大家这个子卫圣人嘛 然后是蛮好的 好 好几十年的辛苦没有白费哈 好 终于进步了很 好达成的理想好 好 然后希望越来 未来好 爱您爱五 爱您爱六就是大家能快速走向大同 然后大家好 好人都能得到公平的对待 人人都能有点幸福的生活 然后人人都能做回自己展现自己的各性能力 好 然后这才叫人生 好 一直被这些老控被有被有写是多么的无聊 多么的对吧 冤枉多么的委屈 所以的话 这个也是说到这里 反正希望他们俩都能有幸福的生活 有个小的家庭 这样子 那就说到这里